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成功的防守抄球快攻上篮得分 这是季后市名传国中篮籃队 在今年JH毕业了国中篮球赛的精彩比赛情况 不过连续拿下两次全国冠军的名传国中篮籃队 在这一次参赛过程却充满了艰辛 首先是球队主将也是队长的陈宇浩受伤 无法在八强赛及四强赛上场 为球队做出贡献让他相当自责 在八强的时候打了三场就受伤 所以打到后面就我没打 然后剩下有撑着 所以就打得比较辛苦 还有与对手身高上的差距 也让名传男男队吃足苦头 只能拼命卡位对抗 内线比较不好 几乎都是靠外面来进攻 然后里面可能就只能 自己抢二波然后再得分 不然就接小球得分 曾拿下最佳教练的徐伟胜表示 这一届球员的身高虽然比较矮 不过球员们的拼战精神 让他感到骄傲 校长王淑芬也认为 球员们的坚持跟态度才是关键 那当然有一些状况不如预期是我们的主将受伤之外 那没办法就是遇到了 那我们也是跟小朋友讲就是尽量去打 那最后拿到这个第四名的成绩 虽然说还可以更好 但是这五年以来 我们一次全国第二 然后两个全国第一 然后包含今年的第四 五年四次全国 那我觉得这在全国一组球队里面来讲 我们大概是数一数二了 那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很替他们骄傲 我要说的是 他们一直以来展现的就是最佳的风范 我跟孩子讲 当然民事没有人不在意 但我要说的是 我觉得在篮球的这条路上 我相信民传国中篮球队 让这些孩子 心里面从打内心热爱篮球 也对篮球这件事情的坚持跟态度 我觉得那才是最关键的 一路陪同民传国中篮球队 征战全国的金融市议员同志委 也特别请所有球员享用披萨大餐 想鼓励他们继续精进球技 再拼一座全国冠军 我鼓励大家还是希望 我们未来不要放弃 这只是一场比赛 一届的比赛 未来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的失败不代表未来结果如此 你们现在就应该想好 我们的同学现在想好 未来是否继续打篮球 如果继续打篮球 我们还有机会再拿冠军 我们就在希望这个鼓励大家 而且我们这次的比赛 仍然拿出非常好的精神 就是民传的精神 就是我们最努力的精神 希望大家继续的努力 我们未来仍然可以拿到好的成绩 民传精神 勇不放弃 记者张琪辰 既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